不少民眾會在過年期間發紅包領紅包 但如果是在Line上面的訊息 要特別小心 有詐騙集團在春節期間 就以Line的紅包訊息騙民眾查看 來獲得個資賬號 在Line上看到紅包不要太開心 小心可能是詐騙 春節期間 Line上出現多起紅包詐騙訊息 騙民眾點擊查看 利用假紅包騙取個資 警方提醒民眾看到類似訊息 千萬不要點擊 更別分享 以免受騙上當 過年期間除了紅包詐騙 高雄還出現濫用愛心爭議 一名黃姓女子在臉書社團 自稱帳戶莫名被提報警示帳戶 導致低收等補助無法入帳 引發網友同情 紛紛捐物資甚至金錢 民眾表示黃女帳戶是因被告詐欺 遭起訴 裁列警示 還有毒品等前科 黃女也非首次求助並引發爭議 不僅收取多筆捐贈借款 還疑似將受贈奶粉轉售多人 卻不出貨 已有多人報警 來到黃女住處面對民眾及網友指控 黃女不願出面 僅低調表示 交由司法處理 民眾呼籲社會局介入確保 小孩子安全 社會局表示將持續追蹤個案 關心家庭狀況 記者 陳煥 許正俊高雄報導